来 四号 李沛好 你不是说那个 你喜欢有手艺的人吗 对 我是做按摩的 我手可好使了 但是我脚一样好使 一会儿 我可以上台给你披个岔吗 让你瞅瞅看看我的脚艺行不行 好 他是唱歌 我 来 掌声有请一下 满足一下他的心愿 来 有请 全程教练 好 来 来 来 给点音乐 最厉害的功夫是在那个腿上磨斗 你看不见 咔咔就磨 对 看我的性感大长腿就是这么磨出来的 来 姑娘 姑娘 这儿 那儿呢 那儿呢 小白那边 有了 他俩玩得挺好啊 你看他多配合我 小狗说 小鸡跟哪儿呢 我说跟这儿呢 小狗说 你看我妈这个好看不 然后那个我说 咱可好看了 小狗说 那你过来 听我妈手得了 太机智了 太机智了 手一脚一加机智 全都有 好 好好好 谢谢 谢谢刹哥表现很好啊 来看一下场上亮灯的小伙 2号 小顺子 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我挺喜欢 我喜欢那狗 喜欢他像喜欢狗一样 不对 是喜欢狗像喜欢他一样 这话怎么说的 你把狗 他比狗可爱 你把狗和人整顺了 你好好再说一遍 我想想啊 反正狗挺好 你打算 要跟这鸡娃娃牵手成功吗 当狗爹嘛 你是不是想当我女婿啊 你说你咋整 就这么点表达 还是内心不坚定 我告诉你啊 好 四个小伙子的灯亮着 接下来 你也都听到他们几个人说的话了 做出你的选择 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 回到现场 走 去接你吧 掌声有请7号王城府 8号万龙有请来 来 唐苹烈 来 唐苹烈 中北爷们 就是吗 想 我有 找找找找找找 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吧 就是我想问 假如说咱俩以后就是吵架了 我闹小情绪什么的 然后我可能会电话关机 让你找不着我 这时候你会怎么应对呢 我问一下 电话是关机还是就是不接 就是不接或者是关机 那你完了 那我处理这种就是一遍一遍地打 直到把我电话打没电了 就是你一天都不接 两天都不接 我会一直在那打 打到死 对 不是打到死 打死我完了吗 你要是咱俩吵架的话 然后跟那儿闹小情绪跟我来关机 然后不接我电话 留个电话 他都肯定接 我脾气其实不那么好 咱俩吵架的话 然后跟那儿闹小情绪跟我来关机 然后不接我电话 留个电话 他都肯定接 我脾气其实不那么好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吵架都这样 太有个性了 你问咱台下大姐阿姨吵架都不过宿 这个完了 你不给我打电话 我也不再给你打的 老有个性 这个也是 要不然就折磨人的 给你一直打到底 要不然就是从此在也不理你了 反正都是这性格 很尴尬 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 反正 我这说一下 我是属于啥呢 我属于那个吃软不吃硬的 你给我来软的吗 我也就拿了 你要给我来硬的话 那 好 好 聪明的姑娘就懂得怎么去抓住她的七寸 嗯 考虑一下 五秒钟到手计时之后 走到你喜欢的男孩对面 好吧 来 我们一起 五 四 三 二 一 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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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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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半龙回答你个问题的时候 你是不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担心 不是一点担心的 是顿时你就明白那种心情吗 牢高了 巴掉地也摔袭碎 然后呢 为什么还会最后这么选择呢 因为 就像你说的是 男人嘛 我感觉 他怎么对你还得看你怎么调教 就你在外面可以 老公你说得算 回家了大腿妈了撞死你 我祝你们幸福